一花一时戒,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原青不如近灵 可能听上去你会觉得这句话真觉醒 有血缘关系的人还比不上一个邻居吗 但事实就是如此 记得有一次母亲突发急性肠胃炎 多亏了邻居开车将母亲送到了医院 而彼时的我还年幼完全不懂医院的规矩 所以邻居主动帮忙挂号,跑前跑后 直到母亲有所好转后才离开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深深地感悟到远亲不如近灵这句话 张爱玲说 真正的亲人不是靠血缘关系决定的 而是以待你的亲决定的 这世上的亲人只有一种 那就是关心你,心疼你的人 不管和你有没有血缘关系 都是你的亲人,反之亦然 小时候我们喜欢走心访友 特别是过年的时候 去星期家拜年 还有红包哪,虽然钱不多 但是自己很开心 读书的时候 很多星期都会说一些鼓励的话 还有一些星期,信誓旦旦地说 以后考上了大学,我支持你 长大以后越来越不喜欢走心访友 走到亲戚家里,要么听一对的空话 要么看亲戚的脸色 还有的亲戚担心你去拜访 早早就告诉你,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在家 亲戚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少了 很多星期,就是在办红白喜事的时候才偶遇 否则好几年都不会见面 为什么亲戚之间越来越疏远 一方面是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 一方面是有的亲戚不值得交往 还有的人走进了一乡 在一乡定居了,已经没有来往了 亲戚是因为血缘关系走到一起 我们没得选,但是我们可以和不想交往的亲戚保持距离 避免因为亲戚交往伤害了自己 影响了自己的好日子,寒了自己的心 以下这几种亲戚最好少交往 眼不见,心不翻 一,视了眼的亲戚 有的亲戚假行星的对你很好 说些很虚伪的话 但是你真的有事找他 肯定会退三足四,甚至不理会你 他的眼里就是利益,不是感情 小的时候,我是最喜欢走心境的那种人 巴不得每个月都能够来到长辈家里 这样就能够品尝一些好吃的糖果 好喝的饮料 而长大后的我对于走心境的这个仪式 十分的反感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如果不是父母一变又一变地叮嘱 我们都不会动身 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和近些年 星期的攀比不无关系 星期之间见面后 按理说应该关心的是彼此的感情生活 这样才是精神上的寄托 如今的星期缺个个都是失联 大家都在巴结那些有钱的星期 反而对于那些混得不太好的星期很冷漠 彼此在聊天的时候 总是会拿着买车买房说事 似乎离开了车房就没有共同话题了 年轻人最偷等的就是 亲戚问起自己的工作和薪水 一旦不如亲戚家的孩子 那就会被嘲笑一番 就算是说上宽悦的话语 内心还是有所介怀 前不久老王因为孩子要结婚 彩礼前五金等 需要一笔很大的开支 因此他来到了城里做生意的表哥家里 希望能够借上五万元 结果对方一直在不断地说 自家的生活比较困难 做生意没赚到钱 拿不出这笔线 没办法老王只能选择 问邻居凑上这笔线 一家寄了一万元 将孩子的婚礼办起来了 表哥来酒宴上的时候也十分尴尬 人穷不要走亲戚 真的是这样 那些是脸的亲戚 你去了不过是听到了几句虚伪的话 但是以后你会寒心 别人看不起你 对你这个穷亲戚不屑一顾 你还是识去一点点 别去巴结他们了 二 远离贪得无厌的亲戚 有一些亲戚 无论是急还是穷 都会向别人求助 然而这些人日常生活 没有稳定的收入 不得不短期 或者长期依靠借险度日 或者自己不愿意 努力出去打工 这样的亲戚多半会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贪得无厌 像我有一个表弟 高考的时候落榜了 家里在本地 给找了个工厂进去打工 每个月虽然辛苦 但是收入也还可以 可是没多久 他就受不了这辛苦 三天两头就逛工 结果被单位辞退了 当时他父母实在看不过眼 跑来我家来求行 想借点钱让孩子去开个店 自力格生 我父母当时一心软就同意了 可是谁曾想到 这个人后来不但没有还钱 把借的钱一大半都拿去赌博 结果还觉得自己尝到了甜头 还跑到我家来借钱 结果这次我直接把他撵出去了 像这种得孙近视的人 如果我们放人不管 久而久之 他就会把别人给予的帮助 当成理所当然 后面一旦你不再帮助他了 他翻脸就不认人 虽然不是仇人 但是相对仇人 又过之而无不及 将白尔郎的性格 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 面善心黑的亲戚 人与人的交往 一个情字 原本应该是一件 你情我愿的事情 有的人非要把它 变成强制性的要求 让感情都变了质 有种亲戚觉得自己 穷得很有理 像你借钱 开口就是都是一家人 你要是不借 就说不过去了 他们觉得你有钱 就应该帮他 不帮就是没把他当家人 用所谓的亲戚关系 对你进行道德绑架 如果你帮了 他觉得理所当然 用的是心安理得 要是你不帮 他就给你白的 说成黑的 四处造谣 说你的不是 换你名声 比方说 你在某个单位当领导 他就主动找你 还请你吃饭 喝酒 却是他的辈分比你大 还主动向你拜年 你爱于面子 和亲戚交往 可他们缺一点情面 都不会给你 背着你利用你的权力 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最后 还要你来收拾蓝摊子 我的朋友王力 在家银行上班 于是他家好几个星期 都在他的银行贷款 其实王力心里 也不愿意帮助 亲戚贷款 但是只要他一犹豫 亲戚们就开始 七嘴八十的议论 说王力是城里人了 忘本了 无奈之下 王力只好答应 王力有个表弟 叫柱子 在他们银行贷款五万多 结果五六年都杳无音讯 人都找不到了 最后王力只好 自己掏钱 把贷款还上 再想办法联系柱子 因为这件事 王力和妻子 吵了很多次 妻子认为 王力就是一个 鱼目脑袋 随便相信亲戚 通过这件事 王力再也不帮助 亲戚贷款了 人心隔肚皮 有的亲戚表面上 客客气气 实际上是在利用 亲戚关系 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如果你遇到了 这样的亲戚 就不要交往了 否则亲戚会给你 带来很多的麻烦 四 医老卖老的亲戚 到了过年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 都不敢回家了 因为回到家里 七大姑 八大姨 九大爷 都在催你快点结婚 都在指责你不懂事 都在埋怨 你赚钱不厉害 都在批评你 都在教你做人的道理 可是 这些长辈 真的理解你吗 真的关心你吗 有时候 一些长辈 路过你所在的城市 就理所当然地 麻烦你 住在你的家里 吃吃喝喝 你要管 还要带他们 去附近转一转 他们回家了 还要你买车票 要你送一些 本地的特产 让他们带回家 如果他们的 经济条件不够好 还要你拿一些 生活费给他们 如果你不愿意 他们就说 你都忘记了吗 小时候 我对你 可是很好的 你还在我家 住了一段时间 亲戚对你不好 可是回过头来 你要孝顺他们 不能怠慢他们 否则 你就是一个 不懂事的人 就是一个 不知道感恩的人 这样的亲戚 还是不要交往了 否则你的负担 越来越大 也会背负 很多的人性债 哥德说 我们虽然可以 靠父母和亲戚的庇护 而成长 依赖兄弟和好友 借交友的辅助 因爱人 而得到幸福 但是无论怎样 归根结底 人类还是依赖自己 做人靠亲戚都会寒心 不如靠自己 从今往后 和有钱有益的亲戚交往 和薄心寡意的亲戚断交 哪怕是一个人走路 都要咬紧牙走下去 别指望以上这几种 尽其帮忙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